我們這一般的程度 第二個的話呢 到底函數有幾個? 哇 最多是選這一個 有20到50嗎? 如果是就這樣子的話 那這裡是應該就沒有人喜歡用了 函數越多表示功能越多 當然也沒有多到超過兩... 所以其實答案應該是這個啦 250幾個 那所以它有30% 等於是... 30%的同學答對 另外的話呢 學習需求最大的 入字聚集 這個也是我們上課的主軸 那另外的話就是我們表單設計 這也是 那後面我們會提到 如果你希望讓人家去填寫一些資料的時候 就是不要開放 因為如果開放 比如Excel 你隨便填 最後回來一定亂七八糟 資料真的慘不忍睹 而且明明你上面即便寫得非常清楚 不如說這邊要填什麼 那邊要填什麼 但回來的東西絕對都跟你想的不一樣 那怎麼辦? 你必須要花更多時間去處理一些問題 所以倒不如怎麼樣? 我建議乾脆你就弄一個表單 一個蘿蔔 一個坑 也就是它只能填什麼 不能填什麼 然後填... 然後很多東西把它鎖起來 保護起來 OK 你就不要給我動 而且填錯會跳出來說 你填錯了 你一定要填正確才可以 這樣好處就是說 以後呢 你再也不用檢查 填寫的資料有沒有錯誤 完全不用檢查 OK 為什麼? 因為它不可能填錯了 那這個可能就是用表單是最恰當的 OK 那再來的話 多工作表 不過這個可能要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多工作表的基礎是在單一個工作表 的基礎是上發 然後就是延伸出去的 所以我們可能還是會先以單一工作表 會... 這個... 剛開始會先講單一 慢慢的 也許如果大家對這有興趣 我後面會再舉幾個例子 如果你是跨不同工作表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 該怎麼處理會是最恰當的 甚至還未來還可以再延伸到什麼 多工作簿 工作簿就是e-sale檔案 e-sale檔案裡面有很多的工作表 那你如果假設常常遇到就是 我要會整的話 或者我要分割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但如果你不會的話 突發鏈剛 哇!那真的很浪費時間 但你會的話 真的是一個按鍵按一下 啪!就自動完成了 你要讓它分就分 你要讓它合就合 你要按照怎麼樣類別分 怎麼樣資料 該放哪個資料夾 其實都辦得到啦 只是說你要這個地方 可能還是需要把那個VBA部分學好 但我剛剛有提過啦 VBA難度真的是相對的比較高 OK!那你要一點心理準備啦 不過也不是完全無法理解的 只是說它真的是需要花時間 那你姑且就把它當成 就一個學一個專業吧 因為像這項專業 你會發現現在越來越受到重視 教育部現在最首推就是說 把程式設計要融入 各個年齡層的那個就是教學 現在最多像大學裡面就是 程式設計現在慢慢列為必修 OK!有些就還是選修啦 不過大部分學校都必修了 那高中慢慢也融入程式設計 甚至以後小學我看慢慢也要會寫程式 OK!所以有點像你們現在學 應該是也算是超前部署嗎 算跟得上時代啦 OK!好!那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 大家不要一下 字典函數就剛剛提過 其他就是這些啦 這個好像也 網路爬蟲 這個爬蟲當然也很重要 不過難度也是蠻高的 所以我們會斟酌一下 看大家的學習狀況 如果大家其實說 狀況都還蠻OK的 然後我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還蠻好用的啦 為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東西很多資料都在網頁 那如果你每天都會 都需要資料抓下來到Excel 處理後續的事情的話 那不會爬蟲 但是你每天都要Ctrl-C Ctrl-V Ctrl-C Ctrl-V 然後做一遍之後明天又再來一遍 我覺得這太累了吧 如果你會爬蟲 根本什麼事都不用做 按下按鈕 資料就全部下來了 對不對? OK 而且你每天的工作 就是按個按鈕 資料就下來了 對不對? 你就不用Ctrl-C、Ctrl-V 那麼累了 而且這種趨勢會越來越多 大部分資料都放在網頁上面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要匯整的話 而且又分在不同的網站上面的話 比如老闆說你幫我查一下 這個什麼? 全台灣銀行的外匯資料 幫我匯整一下 哪一家銀行 美金現在多少? 人民幣多少? 日幣多少? 那你以前你還要Ctrl-C、Ctrl-V 然後每個銀行要分類 那如果說你有會爬蟲的話 根本就把層次寫完 那些資料就全部爬下來 幫你匯整 還幫你弄個報表 還幫你弄個圖表 哪個高哪個低 按照這個高低排序一下 如果老闆要看的話 甚至你就直接秀給他看就好 OK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那再來的話 為什麼想要來上這個課 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需求 單純有興趣 OK 八成是工作上有需要 其實可以想見 因為我是覺得以大數據 這種分析的這種技能需求 而且我剛提過 資料量變動輸這麼快 我跟你講 如果你還在用以前的人工的方式 要想要完成工作上的需求 你會發現越來越力不從心了 所以該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至少我是覺得最低限度 你至少要把Excel的函數 至少要學會 至少以後遇到一個問題 你要知道說哪些問題 用哪些函數可以快速解決 你不要說 不過你想說老師250級 我怎麼可能會全部學的會 跟各位講啊 以前函數不是要你去背它 而是它有固定規則 也就是說呢 你只要掌握那個固定規則 哪怕那個函數你從來沒用過 你應該也可以知道該怎麼用 真的很多函數我其實甚至完全沒用過 但是我只要看上面 他到底要跟我要什麼資料 我提供給他他要的資料 他就會幫我把結果秀出來了 真的 所以你們應該學的 我覺得應該是了解函數的使用規則 OK 好那再來的話 其他大概這些不重要 大部分同學是從網站上 甚至有從我的部落格上面來的 好那另外的話呢 再說明一下我們這門課程 這是我的名字 那你要找到我的話 其實也蠻容易的 你Google找吳老師 應該之前好像第一頁的第一個配 第一頁的第一個是我 不過現在不太好 或者你找吳老師教學 那第一個配就應該就我 我蠻多的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應該就我的 然後我們的上課的 大概講一下 我大概 第一個我大概介紹一下我自己 然後參考書目 課程簡介 等等說明一下 那這剛剛有提到 首先的話呢 當然你要找到我剛剛提過 其實Google一下 其實蠻容易找到我 那我會來教這個課程 其實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分享了太多東西在網路上 所以呢 有點像那種網紅的這種概念 但我其實我不是網紅 我只是好事者 就是很喜歡寫一些東西分享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被一些教學 像動物這邊也是一樣 看到網路上有東西 都有分享 而且Google這關鍵字也都找到我的東西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邀請我來這邊開課 那一開的話呢 已經開了 開了好久 好幾年 我也忘記幾年了 反正至少超過10年了吧 我教這個課的話應該 應該沒有20年應該有10年了 也是有VBA 最早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就開始教 但是 為什麼會開這門課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很多地方大家應該知道 可是大家卻不知道 然後我就把它記錄下來寫成部落格 另外有些時候上課拍成影片 然後就網路上一直流傳一直流傳 然後就一直來 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 反正一直上下來上到現在 OK 那當然我不是只有教VBA 其實我教過程式語言太多了 至少10中以上 OK 那大部分是出於興趣為主 其他的話當然是我的簡歷 除了有學界有業界的很多經驗 我也擔任過神室設計師 然後創業過 然後到學校等等 拿過一些獎項 大概就這樣子 還有到企業內訓 業業專家 然後拿一些獎項 OK 然後大概就這些獎項 這個其實不是很重要 再來的話 參考書目 剛剛參考同學問說 老師到底應該買哪些書 老跟各位講 你看了稅影就OK了 就是說 因為其實坊間的書籍 還蠻奇妙的 雖然都叫以色VBA 可是每一本寫都不一樣 而且完全差距 真的十萬八千里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自己去翻翻看 為什麼會這樣子 到底很簡單 因為不同的作者 角度不一樣 寫出來的東西也不一樣 而且我寫出來的程式 都跟他們完全都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是所謂的設計 設計的話大部分 都是有一些 就是創作者 自己的想法在裡面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給你們答案 有的時候你或許 你也不完完全全能夠接受 沒關係 你可以去變化 但是這個變化的話 必須符合邏輯 必須符合它的規則 那就OK了 我還蠻強烈 這個希望你們可以慢慢去變化 因為以後如果你能夠 很有自己的感覺 去使用工具的話 你會發現 那個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感覺西域漁水 一看到什麼就知道 很快就解決了 你會覺得 哇 工作起來還蠻愉快的 每天每天都感覺 哇 事情越多越好 對不對 就怕說沒有工作 OK 不怕工作多啦 這是一種感覺 不過前提就是說 你要不斷去面對挑戰 有挑戰沒關係 我試試看 慢慢慢慢你會發現 好像很多問題就是這樣就解決 越來越簡單 怎麼可以培養出這些東西 第一個 一定要實戰 接受挑戰 所以如果你們有問題 其實是可以提出 非常歡迎你們提出來 因為我想你們提出來的問題 我應該都可以給你們一些 至少你們需要的答案 OK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再來的話 第二個 一定要不斷閱讀 像我蠻喜歡閱讀的 有新書一出來 我就去看 但我不一定會買 OK 為什麼 因為我大概看一下 我就知道說哪些我不會的 那我看一下這些我會 我就跳過去了 我主要是看我比較不會的 我覺得這個地方 好像我有點不太熟悉 那我就去翻那本書 我不熟悉的部分 那我熟悉的部分 我就盡量就跳過了 OK 那像這本書主要的好處 就是說 它有468招 意思說它有468個範例 意思就是有468個解答 OK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好處就是 不怕沒有範例 OK 但是我是覺得它裡面 很多還蠻難的 全部都在講函數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我是覺得 它解決問題的方法 因為它只有函數 所以它裡面沒有提到任何VBA 可是如果說有些問題 太複雜了 我反而覺得用VBA解決更簡單 但是它裡面沒有提到 後面我會提一提 這樣有蠻多地方 你用函數串串串串串串 好長一串公式 只有你根本 即便裡面發生錯誤 你根本不知道錯哪裡 這個時候的話 我就比較建議你剛才寫VBA 為什麼? 因為VBA你可以慢慢寫 然後VBA裡面還可以產生變數 比如說你這個公式的結果 你可以先存起來 但是在那個公式裡面沒有辦法 比如說你那個公式 出來了結果 你就一定要一次就完成 不然你可能就要分好幾個儲存格 但又有個怪怪的 如果你全部串在一起 公式就太陸長 這本書還蠻推薦的 OK 其他的話還有像一些日本人寫的 超圖解 現在其實坊間日本人寫的 那個VBA書還蠻多的 那我覺得好處是扎實 而且日本人龜毛 有沒有 但是有時候都龜毛過頭 其實明明你就可以這樣 就是比如說你有十個步驟對不對 其實你只要三個步驟 但是他一定要十個步驟 有些像我的習慣 為什麼要十個步驟 三個步驟解決 你為什麼要十個步驟 所以如果即便解決同一個問題 我就盡可能簡化 簡化、簡化、簡化 最後可能他寫十行 那我寫三行 哎呀老師老師 你為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 我講過嘛 有些東西可以不要 你為什麼要多寫 對不對 那寫的又比較好嗎 沒有 寫的只是讓人家看 看著覺得很怎麼樣 沒有 有些書一定要寫 為什麼 因為如果寫太少 沒辦法賺稿費嘛 對不對 太薄了 所以 不是啦 開玩笑了 有的時候其實當然啦 我是覺得 程式當然越簡短越好 我的想法 但是有的時候 有些人的想法不一樣 OK 另外底下這本書也不錯啦 Excel VBA一點都不難 一鍵搞定所有報表 這本書那時候剛上架的時候 其實賣得還滿好的 主要是因為大家看書名 後面那個 一鍵搞定所有報表 有人說所有 根本都不知道裡面寫什麼 先把它買回家再說 可是當分買回家之後的人 看完之後都想要退貨了 為什麼 因為看不懂 因為VBA真的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然後有些時候 你如果看書 他理論部分說真的 你看完文字敘述 你真的要自己寫 還真的寫過出來 所以我們這個課程 我覺得有個重點 我直接告訴你 教你怎麼寫就好 然後我會用那個固定的SOP 反正你就照12345 假設啦 類似五個步驟 好 寫完 你以後就照這樣五個步驟寫就好了 就可以寫出程式來 而且可以run 沒問題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OK啦 因為我們主要訴求是 教你寫出你工作需要的程式 OK 理論不是不重要 理論的部分 請各位回去自行閱讀吧 因為它裡面講非常多理論 OK 那你也許兩邊可以參照一下 好 再來的話 其他就是我們後面就是 因為ESEL裡面 它涵蓋的函數 像ESEL本身是分的九大類 可是我覺得九大類有些不是那麼需要 所以我就把它蓋過 大概這五大類函數 最重要的 也就是說 你把這五大類函數學好之後 大概基本上就足夠了 其他你可以自己再觸類旁通 OK 自己再慢慢去轉換一下 其實就可以慢慢解決 再來就是要實做 反正遇到問題 你就是解決問題 然後你經驗值越高 然後越來越強大 有沒有 遇到問題 就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你會發現 解決問題慢慢就是一種樂趣 就怕沒有問題 沒問題才是最大的問題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針對剛剛講的部分 就是第一個 我們剛剛開啟這個 那解決的方法的話 第一個 我們先用REPT加LEN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方法很多 不是只有用什麼 用那個REP加LEN 其實還有別的 這些也許你們可以都試試看 那有哪些可以辦到 其實串切的部分的話 等於 我們可以 這的話一定是09開頭 那特別注意在公式 我們開啟 所以待會請各位開啟 這個01的這個文字與資料函數 那在ECEL裡面 如果你要串接 記得慢慢習慣 它一定要是前後雙引號 表示是文字 這個固定的 再來的話 AND AND後面的話就串接 哪一個儲存格 你就指向哪一個儲存格 這個資料 那再來如果說 你要輸入結果的話 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0911 後面的話呢 在AND AND什麼呢 AND一個-的符號 其實你不需要完全 輸入完公式 再打勾 像我的習慣是 反正我先做一部分 我再打勾 為什麼 因為如果 像之前有同學 就一 從頭打到尾 一打勾錯了 那錯在哪裡 他也看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打太多了 我建議你就是慢慢 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建議你越慢越好 那後面的話就是加這個 084 可是問題來了 這邊的話 可能要分兩部分去思考 一個是前面要補幾個0 一個是後面的東西 所以這邊應該補幾個0 要補一個0 這要補兩個0 有沒有 所以這邊歸這邊 這邊歸這邊 可是問題這個規則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 我們剛剛有提到REPT REPT的話 用法 所以AND 那你可以幾個方法 你可以AND 串接 重複幾個0 REPT 就是REPEAT的意思 重複 所以插入函數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文字類裡面 有個REPEAT ARCHATO有沒有 它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那我是建議 以後如果你使用這個函數的時候 我還蠻建議 你可以先有類別的概念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部分 同一類的這個函數呢 它會幫你歸類 那我們今天會先了解至少文字類的函數 那首先的話 另外的話它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你找ARCHATO REPEAT 那其實REPE就是REPEAT的縮寫 慢慢各位要習慣一個部分 就是說 你要看懂 它這邊跟你要幾個資料 你可以看到 它底下會說明 它跟你要兩個資料 一個是TEST文字 一個是LUMBERTIES 幾次 它底下會有一個敘述 按確定也是會跳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會跳出一個 就是要跟你要兩個資料 第一個的話 我是建議的 函數有固定規則 如果它是TEST 就是文字的意思 那如果文字的話 記得一定要前後雙以號 這是固定的 OK 所以以後的話 只要是TEST就文字 文字你就要記得 前後一定要有雙以號 如果你沒有給前後雙以號 那會產生錯誤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底下LUMBERTIES是次數 重複幾次啊 但我們要怎麼知道 我要重複什麼 重複0 那你要重複幾次啊 重複一次嘛 一個0嘛 那你不能說我輸入1啊 1的話是它會出現一個 是沒錯 問題 7的話要兩個 那兩個你會說 那我這邊是填2 填2的話再加兩個 有沒有 這兩個0 可是有的一個有的兩個 那怎麼辦呢 其實再來的話 我們就需要一個規則 跟他講說 我們用什麼 那我算一下 這裡面到底有幾個字好了 這裡面有幾個字 兩個 那我怎麼要兩個 我用看的 但我們如果不用看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函數叫LEN 這個LEN就是算 那個儲存格裡面有幾個 幾個字 OK 所以我給他跟他講說 用LEN 刮弧 幫我算一下 G4裡面有幾個字啊 回來的話 那就是2 可是問題喔 我現在如果按確定 他是補兩個0 不對啊 應該補一個啊 可是我要怎麼讓他變一個呢 所以喔 可以想一個規則 什麼規則 用3去減嗎 3減掉2 那不就一個嗎 有沒有 如果他裡面一個字的話 那3減掉1 那就補兩個嘛 所以用3 因為 所謂的3 就是我裡面要有三個 三個字的意思啦 那如果 我減掉之後呢 就是我要幾個0 所以喔 3減掉LEN 有沒有 然後跟他講說 幫我算一下這裡面有幾個字 一個字 兩個字嘛 所以 減完之後一個 那慢慢各位要習慣一個部分 看一下右邊這邊 這些都很重要喔 如果說你看到東西 下面也有結果出現的話 表示是正確的 你不要直接按確定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明明錯了他 按確定他當然也是錯的 另外有一點注意一下 就是我剛剛特別強調的 Test一定是 雙引號 數字 一定沒有雙引號 所以喔 這個是數字喔 這個是文字喔 這個0呢 跟那個沒有雙引號的0 是不一樣的喔 這個概念一定要有 按確定 好 那就補一個0 後面的話呢 就是AND什麼 AND趨勢 我們打個勾 0.8.4 然後後面這個7怎麼出現呢 你可以什麼 然後怎麼做 是不是你會發現 好像有部分是重複的有沒有 就是 因為我們要的規則 這個跟這個一樣有沒有 所以我們應該什麼 從這個AND一直到這邊 把它怎麼樣 複製起來 貼到這邊來 不用重做啦 當然你也可以重做啦 只是說如果你重做的話 它浪費時間 所以一般習慣是這樣 不過你複製 記得喔 一定要從AND的符號開始複製喔 因為要串後面 AND一直到後面 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後面來 記得喔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H4 那一般習慣是選它 點一下 或者是你可以 選H 把G選起來 改成H 這樣就OK了 所以喔 我剛剛貼是貼這邊 AND 這個 貼過來之後 然後改成H4 因為後面的規則是一樣的 打個勾 出來了 那底下的話怎麼做 快點兩下就好 記得喔 這個儲存格的右下角 會有一個黑色的空點 快點兩下 它就自動全部填滿了 OK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這個部分 另外如果你擔心這個公式 你記不起來的話 其實在雲端白板 所以將來的答案 我會把它放在雲端白板 這個雲端白板就放在範例檔隔壁 也是一樣按照幾個類別 有沒有 我們範例檔文字與資料 裡面就會找到有一個 文字與資料函數的解答 每一個都會有解答 所以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那可以看到我剛剛的公式 將來的話我會告訴你說 我的解答是在第幾頁 所以往下卷動 你會發現這邊 右邊會有第三頁 也就是說 你將來也只要卷動到第三頁 就會有剛剛的答案 如果你實在是一直發生錯誤 不知道哪裡有錯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 貼跟你的公式比較 你就知道哪裡有錯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 所以今天的話 第一次上課 所以先試試看 瞭解一下 先打開那個文字與資料函數 的第一個範例 並且想想看 如果要解決 串接這個三個欄位 的這個手機資料 把它串成一個手機的完整號碼 那我們該怎麼完成 試試看